大肚临盆迎接小宝宝诞生 妈妈们满心期待 为了这一刻 有孕妇习惯找上产检医生 而出现指定医师的现象 额外收取费用 直接触发 到目前为止 一直在谈指定医师费的部分 3月3号一改会讲的 台东跟屏东 可以接受指定医师费 这个是对的吗 是事实吗 在去年我们对于 因为这个产妇 跟这个产科医师之间的特殊关系 所以我们指的就是 在医师非值班时间的出勤费用 这个是可以收 立委咨询避免医院乱开明目 所谓的非值班时间 医师出勤费用 简单来说 就是假日或夜间 得牺牲休假来上班 给了加班费 民众得自付 各县市医疗院所 都得实现向当地卫生局申请登记 同时po上网工查询 平均费用5000到8000 如果私下表明 得收取指定医师费 则直接触犯医疗法 最高可处25万元罚还 民众已经缴交这笔费用 事后才发现 医院收取这项费用 并没有向卫生局申请核定 也就是说 他是自立明目去收取这个费用 民众可以向卫生局去申诉 然后申请退费 保障自己的权益 医改会提醒 当出现指定医师费 挂号加号费 加长诊疗费 提前看诊费 转床费等等项目都是违法 可以直接向卫生局举报 才不会一场手术下来 被敲竹杠成了冤大头 大约新闻小智杰 解决演集 台北部罗